历代之下 第十八章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 就与雅哈结亲 过了几年 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雅哈 雅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 宰了许多牛羊 劝他与自己同去 攻取激烈的拉莫 以色列王雅哈 问犹大王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吗 以我不分彼此 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 必与你同去征战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 以色列王招聚先知四百人 我们上去 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 可以上去 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还有一个人 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吉语 常说凶言 王不必这样说 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 你快去 将因拉的儿子米盖亚招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 各穿朝服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 造了两个铁角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脚 抵触亚兰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 也都这样预言 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 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照米盖亚的使者 对米盖亚说 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几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几言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盖亚到王面前 王问他说 米盖亚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莫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 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说实话呢 我看见以色列 众名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名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 各归各家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只剩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几语 单说凶言吗 米盖亚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 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以色列王 雅哈 上激烈的拉末去阵亡呢 这个就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 有一个神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何法呢 他说 我去 要在他众仙之口中 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 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现在耶和华 使谎言的灵 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 已经命定 降祸于你 姬娜娜的儿子 西底家 前来打 米盖亚的脸 耶和华的灵 从哪里离开我 与你说话呢 你竟严密的 屋子藏躲的那儿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将米盖亚带回 交给义仔雅们 和王的儿子约阿师 说 王如此说 把这个人下在尖里 使他受苦 吃不饱 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 你若能平安回来 那就是耶和华 没有借我说这话了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以色列王 和犹大王约沙法 上激烈的拉末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仍穿王府 于是 以色列王改装 他们就上阵去了 先是亚兰王 吩咐车兵长 他们的兵将 无论大小 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 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 他便说 神必是以色列王 就转过去与他征战 约沙法一呼喊 耶和华就帮助他 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 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去不追他了 有一人随便开弓 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 王对赶车地说 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来 拉我出阵吧 那日阵势越战越猛 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 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 约在日落的时候 王就死了 犹大王约沙法 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 到宫里去了 先见哈纳尼的儿子耶护 出来迎接约沙法王 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耶和华的愤怒 临到你 然而你还有善行 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 立定心意寻求神 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 以后又出寻民间 从别士巴直到以法连山地 引导民归向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又在犹大国中 遍地地兼顾城里 设立审判官 对他们说 你们办事应当谨慎 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 乃是为耶和华 判断的时候 他必与你们同在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 谨慎办事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 没有不义 不偏待人 也不受贿赂 约沙法从立位人和祭司 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人 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 听民间的征颂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沙法嘱咐他们 你们当敬畏耶和华 忠心诚实办事 住在各城里 你们的弟兄 若有征颂的事 来到你们这里 或未流血 或犯律法 诫命 律例 典章 你们要警戒他们 免得他们得罪 为耶和华 以致他的愤怒 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 这样行 你们就没有罪了 凡属耶和华的事 由大祭司 雅玛利亚管理你们 凡属王的事 由犹大支派的族长 以什玛利的儿子 西巴蒂亚管理你们 在你们面前 有力为人做官长 你们应当壮胆办事 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 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 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 我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 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们 带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 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 原是众子所供授的 你们若不授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 再者 我们曾有 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 顺服他得生吗 生生的父 都是站随己意 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 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 有份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你们要追求 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 如以扫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想要承受 父所住的福 竟被弃绝 虽然豪哭怯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 密云 黑暗 暴风 搅声 与说话的声音 那些听见这声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当不起 所命他们的话 说 靠近这山的 即便是走兽 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深思恐惧战精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明禄在天上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知义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中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 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 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 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 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西伯来书第十三章 你们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赢的人 神必要审判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不必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被那 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 因为人心靠恩得兼顾 才是好的 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 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 是那些在账目中供职的人 不可同吃的 原来牲畜的血 被大祭司带入圣所 做赎罪祭 牲畜的身子 被烧在营外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灵入 我们在这里 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 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 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 行善和捐输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要依从那些 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 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 就与你们无异了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 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 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涌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们 我略略写信给你们 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你们该知道 我们的兄弟提摩泰已经释放了 他若快来 我必同他去见你们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 和众圣徒安 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诗篇 第五十二篇 以东人多亿以来告诉扫罗说 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 那时大卫作者训会师 交予领长 勇士啊 你为何以作恶自狂 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你的舌头 邪恶鬼诈 好像剃头刀 快力伤人 你爱恶 胜死爱善 又爱说谎 不爱说公义 贵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神也要毁灭你 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依人要看见而惧怕 并要笑他 说 看哪 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 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坚立自己 至于我 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因为你行了这事 我也要在你圣民面前 仰望你的名 这名 本为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